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媽的銀子, 為什麼會在這裡? 你不要再收有保留了 我答應你, 我不會再做壞事了 走吧, 兒子 李宗盛 金泰 我是時候走了 李宗盛 金泰走了 他說金柴里以後都不會再麻煩我們了 希望金柴里以後做一個好人 爭生勝勝 不會再令金老太失望 為什麼人總是要失去了 才懂得珍惜呢? 讓我看看 那你現在眼前 最新珍惜的是誰? 那你呢? 不如我們數三聲, 一起說吧 好 一、二… 等等… 一定是最緊張的時候 就有電話進去 怎麼樣?細寶 哥哥, 有人認識八位嗎? 也有很多年前的事 我以前在夜總會上班 就在那裡認識她 夜總會? 你看清楚肯定是她 雖然我不知道她的真名 但是我看這張照片 我就可以肯定是她 我是跟她同一個場地做的 我們也是做小姐 當年很多姐妹 都是離家出走的問題少女 為了生活才出來做 那你知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裡 還有沒有跟什麼人聯絡? 老實說, 我也是看我兒子的臉書 才看他的照片 我們沒有再聯絡了 即是沒有線索? 不過這樣, 我記得 當年有個年紀很大的男人來找過她 他們還拉拉扯扯的 看起來又不像客人 後來Nancy就沒有做了 那你知不知道這個男人是怎樣的? 他是電影明星 做粵語長片的 說得很順便 又說不出她的名字 她叫… 那你記不記得她姓什麼? 周… 周聰 這次真是麻煩你帶我們來電視台 KK 說這些嗎?有… 430穿梭機到現在幾十年了 你說這些? 鑑姐哥哥, 其實我也是 430穿梭機的粉絲 可否跟你拍張照片? 一起吧 再見 Din 請經理, 走走走走走 周聰叔在這間廠裡做今天的VIP訪問 他結束後就會出來 謝謝… 再見… 謝謝周聰叔 不用客氣 周聰叔 聰叔, 認不認得我們兩個? 我認得你們 我們這次特地進來電視城找你 就是想問你關於小蘭的事 應該是說小蘭的女兒衛衛的事 八衛她死了 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件事我要說 應該從二十年前開始 真是你? 我不認識你, 八, 你是誰? 你爸爸媽媽很想念你 你認錯人了, 我不是什麼衛衛 衛衛 你認錯人了, 走開吧 衛衛 走開吧 爸爸媽媽好 老公, 你沒事吧? 沒事, 不會的 衛衛… 我這種懶惠 我這種懶惠 從我父母的就當沒生過我 那次之後, 她還遲到職 從此我跟她沒有聯絡 我一直想把這件事告訴小蘭 但我又怕她傷心 其後, 我有了惠惠的消息 原來她躺在醫院裡 惠惠, 我現在去叫你爸爸媽媽來 我… 為什麼? 小蘭, 替光, 我不行的 你沒事的 你爸爸媽媽盼望得住這面 我媽不想問你, 我會見他們 我不可以讓他們白頭人 送黑頭人 你答應我, 不要告訴他們 我不可以答應你 我現在就去叫你爸爸媽媽來 惠惠… 過辭, 就是我見她最後一遍 會不會馬上跑去上那邊小蘭姨 怎麼知道… 惠惠走了 華九和蘭姨也跟著走了 她們這家人真是坎河 進去看看蘭姨 進去看看蘭姨 不知道惠惠現在長大了, 要怎麼樣 小蘭, 你別睡著 我彈一首歌給你聽, 好不好 我想聽回你 以前跟女兒一起聽那首歌 沒問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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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三哥 怎麼了? 我求了一些靈符、桃木劍、八卦 廳已經擺好了,我也幫你求了一點 不用了,我也不相信有鬼 不是吧,燦哥,上次看到那個… 總之你救了我鐵 放我安全一點 你別弄我,枕頭吧 放我安全一點 我都說不用了 放過吧 我都說不相信 我已經不黑了 對不起,燦哥,我沒心的 超級夢成真 香港唱作人歌唱大賽總決賽… 這是不是世寶參加的比賽? 是呀 他今天連訪門都沒出過 當然不去 他要出來別提 世寶,他不會放棄的 華哥,你出來幹什麼? 在房間陪一來蘭姨吧 他睡了 如果華哥可以上世寶身 幫他參加比賽就好了 那也不用,我對他有信心 糟了…這麼巧,糟了,說不及了 你不是現在才去參加比賽嗎? 多少時間?你明早才去 不是,我今早才發現 我的結他插了線歌的位置有問題 我弄了石頭才能搞定 你還說?幫你走吧 我先走了 別走,別跑去哪邊說一次 我載你去吧 我現在就給你金茶了 這樣吧,開水電補,放車車吧 糟了…就夠時間了 哥哥說附近有沒有什麼小路可以走? 有,朋友沒有 好嗎? 行呀 老公,你真好帥 細寶,上車 快點… 來… 細寶,你一定贏的 加油 我愛你們 幸好有阿超 糟了,他這次輸了 金瓶,不要說實影響表演 他會不會給保衛先生的? 一定不會 他夠勇氣踏出這一步 證明他長大了,思想成熟了 他輸了,我也當他贏了 放心吧,姐姐 你這個媽媽是時候可以退休安享晚年 心亢神怡,下一隊到你準備了 你的合作還沒到? 是 當然不是 好,阿棟,快點準備 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我不會讓你自己一個人上台 接下來的參賽隊伍就是一隊二人組合 他們的初任名叫做心亢神異 所帶來的歌曲就是他們的自創歌曲 你認真嗎? 好,阿棟,快點來的歌曲 如果你沒有必要對我好 不需要借我回家 是我說過,還是會本將你樂意忘返 偏偏我每次說 下次才讓你為難 不需要太多,只要再碰 我跟你旺返 我跟你旺返 哪怕越想封殺 都可與你分他 現時就當苦了大家 撐過他好嗎? 其實明白 不需要添你麻煩 你認真嗎? 為何你都不說話 現在繼續營難 托拉有用嗎? 過去樂言 一定以後逢話 但我太害怕 但我太害怕 我供你 過不了太多 說你認真嗎? 為求你的一句話 仍能期待嗎? 仍然偷偷把你念掛 別讓我心裡如麻 別讓我心裡如麻 日後說會解凍嗎? 又害怕再牽手不習慣 有害怕再牽手不習慣 我的靈魂剛剛在雲端上趕下來 觀眾的掌聲真棒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我躲在龜學上這麼多年 真笨 寶儀,對不起 我剛才分了心 可能會影響比賽的結果 結果如何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今天我來到這裡 我已經覺得自己贏了 謝謝你 謝謝你幫我完成了我的理想 謝謝你給了我希望 我希望我 但是我知道 你的希望是不屬於我的 因為在你背後 有一個人等著你很久 你以為我要有勇氣上台唱歌 不過,你自己也要有勇氣去愛 去吧,找你真正的夢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喜歡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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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 謝謝你 分享我 我的刺激 我 謝謝你 要不要像我 我說... 我記得我 我是否有對的 再見 我叫Jeannie, 剛才也有份比賽 你好 我看長漢, 你叫David了吧? 你的歌曲很好聽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 一起合作, 一起跳舞歌呢? 好 其實我有點想問你 阿芳 沒事吧? 在電話上又不說話, 什麼事? 我媽媽不是留了這個陰謀盒給我嗎? 是呀, 幹什麼? 陰謀盒裡面有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華哥蘭姨和白衛 一家三口的照片 為什麼會在你的陰謀盒? 難道白衛是你媽媽? 我不知道, 但如果是的話 我媽媽, 為什麼她只留下這張照片 但一張紙也不留下給我? 進去問華哥和蘭姨 不就一清二楚吧, 走吧… 華哥和蘭姨坐在床上 華哥蘭姨, 你們看這張照片 是惠惠, 張照片你怎麼得來的? 問你張照片怎麼得來的? 這張照片在我的音樂盒裡找到的 你打開它, 讓我們聽聽裡面的音樂 華哥 這首音樂是惠惠十六歲生日的時候 我需要人家寫給她的 她很喜歡這個音樂盒 她不會和它分開的 這首音樂, 華哥說是惠惠十六歲的時候 她找人家寫給她的 蘭姨就說惠惠很喜歡這個音樂盒 是不會和它分開的 是嗎? 這個音樂盒是我媽媽送給我的 那現在她呢? 燦燦她是孤兒 她小時候, 她媽媽就把她送到孤兒院 就只是送了這個音樂盒給她做禮物 作為紀念 之後她們兩個都沒有聯絡過 到了現在 有件事也不怕告訴你們 你聽聽, 其實白衛在二十年前 已經因為肝癌過了身 華哥 如果你們認得照片裡的那個女孩 就是白衛 那燦燦就是你們的愛孫女 燦燦… 是 為什麼要被開 我們就有機會 我們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有機會 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 我們就在那邊 也就在那邊 那邊還在 那邊 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就在那邊 你仔細聊聊天 為何要讓我留下我們家人 就是他們全都已經不在 為何你們每個人都看見他… 我看不到 為何要我這輩子 都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其實我都很想有家人疼愛 我很想我開心的時候 他們可以陪我笑 我不開心的時候 只有他們陪我哭 只是這麼簡單而已 早晚都不給我 你怎麼會沒有家人呢? 我就是了 從現在開始 我家就即是你的家 我的小妹妹就是你的家人 你不開心的時間 我可以開解你 你開心的時候 我可以陪你笑 那你怎麼會是一個人呢? 然後,你自己還有陣子 那我怎麼會有很多人呢? 我去死,你怎麼會有一個人哪個 你怎麼會有的 只要我有沒有想要你 笑我的樣子真的很垂直 其實我很想向你表白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開口 你知道吧,我的人到中年 怕開口就受不了 吃飯的嘛,又不知道怎麼照顧你 是嗎?照顧不了就很失禮的 很刁念的嘛,你明白嗎? 笑什麼? 那好吧,我年輕一點,我照顧你 這句話真是全晚上最適合 你比我年輕,我年紀比你大 我的牙齒一定比你快 當然了,我吃軟飯就對了,很適合 那好吧,以後我照顧你 我為你吃軟飯,但是你養我 不是吧,你這麼差勁 我怎麼養你?吃也吃窮我 很容易養的,我只喜歡吃腸粉 你說的,到時候不准反口 又要這樣又要那樣 好,現在馬上回家拉一條好腸粉給你吃 吃飽飽,睡一覺,好嗎? 好 好,走吧,走 怎麼了?怎麼了? 很累啊 女兒又怎麼樣? 走不了 走不了?找車仔推你好不好? 好啊 不是啊 什麼? 電視劇的男主角 經常會背著女主角的 我沒試過,試試看 你想真點,那次你喝醉酒 問給你回家 那次怎麼回事?那次我們還沒… 乖乖 婆婆,你很漂亮啊 公公,你很有型啊 乖乖 各位觀眾,我們已經… 怎麼搞的? 怎麼會這麼突然? 猜不到你們 菲菲,可能以後你要叫燦燦姐姐 做大舅母,知道嗎? 不是吧?這麼快? 這麼快? 怎麼了? 怎麼會脫掉? 怎麼會脫掉? 你們過時吧 你們過時吧 燦燦,進去告訴你公公、婆婆 我們已經背負了 好啊 你們回來了? 八角蘭姨 我們兩個想進去告訴你們 我們已經…拍拖了 我告訴你 燦燦選擇你,你撿到了 公公、婆婆有沒有說什麼? 有啊… 你公公說你和我拍拖 阿華哥,你真的撿到了 你相信他吧 阿華哥說他撿到了 這樣才對的 說說而已 蘭姨,下床,走得好像康復了很多 是呀,自和燦燦在夢裡相認了之後 我整個精神浪漫 真的? 燦燦,你婆婆說 跟你在夢裡相認之後 就整個精神浪漫 是呀 你們和我發同一個夢嗎? 是呀 你們真的在夢裡見到我? 真假,我們在夢裡見過 我們全都看到了 你和我發同一個夢? 是呀 你們終於都相認了 感動得我想哭了 不如這樣,快點娶了燦燦哥們 其實我們倆很想看到你們結婚的日子 可惜我們等不到 我們的心願已經了解 我們是時候要走了 你公公婆婆說 她能夠跟你相認 已經了解了心事 他們要走了 你們走去哪裡? 人鬼殊逃 我們始終不屬於這個世界 大寶,很感謝你 在這段日子裡 讓我們很多歡樂 同時各位對我們這麼好 不嫌棄我們… 大寶,以後你要代我們好好照顧 朋友支持一顧 放心吧 我以後…會很愛愛支持一顧 Marina 公公婆婆 阿朵 這麼客氣的說話幹什麼? 說真的, 如果我不是因為 你們倆教我這麼多東西 我和我那幫弟妹妹都不會有今天 我和燦燦也不會拍拖 一切都是講緣分的 那我們走吧 哥哥婆婆確實是你的痛 哥哥, 燦燦, 燦燦你保重, 保重 不要, 不要怕我們 金光, 爸爸, 你們要保重 你們記得, 對肥仔好一點 就當自己人一樣 知道了, 我們要走了 哥哥哥, 實在是很捨不得的 各位, 永別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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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哥哥, 婆婆 哥哥哥, 我想和燦燦 小燦燦搞小食店賣什麼? 搶粉 一媽搶粉 搶粉 你未來阿嫂是搶粉 就下這種下場了 真的 賣搶粉多好 反正你們夜間的生意也不錯 當然了, 我和燦燦也計算了 阿川女兒就大定了 自己看夜間吧 我和燦燦就跳出來 自己搞小生意吧, 燦燦 你不要走, 預料你去看店了 等等, 我還沒跟大家宣佈 我已經正式簽了給阿J 進他們樂隊那裡 所以以後我就會很沒空了 你努力了, 知道嗎? 不過話說回來 阿蘭姨和華哥走了之後 那房子… 說真的, 這房子我真的不想買 只不過我們三少等錢洗了 那賣就賣, 沒辦法 有心了,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很久了 之前我買基金時座的錢 我已經追回一大半了 真的嗎? 對, 票我已經收了 現在只欠我信律師樓道 簽名就可以完成所有手續 錢也救我還了所有債務 我可以重新來過 這房子不用賣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話說回來, 我們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們也可以大步攬, 安然無恙 你猜是否爸爸冥冥中保佑我們? 一定是 所以我特地準備了爸爸 最喜歡的金枕頭給… 怎麼了? 金枕頭呢? 怎麼樣?景丸, 有訓練嗎? 好, 在這裡 三嫂? 是你? 對不起, 榴槤真的很香 老婆, 榴槤買來拜爸爸的 製品是小, 你肚子是大 你的大肚子是合吃的嗎? 算了…家姐, 任由她吃 其實她根本沒有大肚子 她只是想你們對她好才裝大肚子 你們兩個玩這種事嗎? 不是呀, 老公, 這次真的懷孕了 老婆, 這支鹽蔭棒是你的嗎? 難道是你的嗎? 那就是說, 我快要做人爸爸了 是嗎? 是呀, 難道叫你媽媽嗎? 我快要做人爸爸了, 你看 我看得到 看得到 聖誕吧, 你們倆夫婦這麼多淫蕩 今天早上午, 今晚都會懷孕 不是什麼鬼殺那麼吵的 怎樣也好, 就當保重了 老婆, 買大款給你了 肥仔乖乖 肥仔, 那些東西你不能吃, 下地… 大寶庫府說我們不如養肥仔吧 陳彤伯伯叫我們當他是一家人 肥仔自由慣, 怎麼會讓我們養才行 最多我們多給他好東西吃就行了 肥仔 什麼? 你也餵他 不爭取養他 你有沒有聽政府的宣傳片 養寵物之前要停一停 想一想, 想清楚 我先去坐, 走吧… 再見, 肥仔 怎麼了?飛飛, 走這麼久看月這麼久 你很喜歡這個頸圈嗎? 這個頸圈很漂亮, 又搭配肥仔 說得多巧, 我們只是拜完爸爸 你真的在附近寵物店 看到你欺負了一個寶字的頸圈 真是有緣 所以說你這個寶字是名字 是給阿寶的寵物用的, 不是姓 一樣 肥仔, 肥仔有救過我們一家 又這麼有餘養, 埋他也不敗 對, 還可以觸摸摸摸 肥仔英俊得來也挺有威嚴 是嗎? 一個一個合作為攻我嗎? 是 說真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肥仔 很疼愛肥仔 既然大家都想當肥仔是一家人 我們寶家就加上肥仔這個新成員 太好了… 肥仔, 你以後就是寶家的一份子了 肥仔… 肥仔 公公? 公公, 公公回來了 別胡亂說話 爸爸 齊人了, 終於都齊人了 爸爸, 你… 我已經過世了 不要找了爸爸 但是我不捨得你們 所以就只是用肥仔留在你們身邊 起來了, 大婆 火燭呀, 快點起來 你們臭老船, 夠膽嚇個孫女 肯公公, 為什麼你一直都不現身見我們 公公過世無奈 杜幸當然沒有華哥難以他們那麼高 說現身就現身 所以我只是用肥仔留在你們身邊 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到你們 但是原來當你們當肥仔是一家贏的時候 你們就見到我 我從一路都想著 為什麼爸爸你經常都報夢給我 我以為你生氣了我 原來不是 原來是爸爸你一直都在我們身邊保護我們 是, 大寶, 你做我的夢 是潛意識根本就很著緊這家 在著緊小弟妹妹 不是你平時表現出來那麼冷漠自私 其實最自私的是我 我差點做了一件傷害大家的事 我曾經想瞞著大家賣了一層樓桃園 幸好爸爸及時祭資了我 還有大哥, 他為了想點醒我 媽媽, 還自己爆了假遺囑的一件事 搞得自己家裡也沒得翻 三婆, 做錯事不要緊 人的一生總有軟弱的時候 最重要是懂得改過 爸爸, 我也不是一個稱職的女兒 更加不是一個稱職的老婆和媽媽 我經常恃著自己背著頭交這張王牌 就任性古執 我從來都沒有理會別人的感受 二寶, 堅強是你的優點嘛 你要記住, 責善古執 我相信阿超和菲菲一定會支持你 爸爸, 你放心, 我會好好照顧阿欣 拆著家家的 哥哥, 我一定會聽媽媽說的 爸爸, 最沒用的是我 我二十多歲的兒子都一事無成 細寶, 你有勇氣走出第一步 就要堅強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你們別這樣, 開開心心吃飯就好 老婆, 現在弄得我也想哭了 爸爸, 你也很乖 你一個心地好好的女兒 三寶母選錯你 謝謝老爺 大寶 你把頭家處理得很好 還把阿拉搶分技術發揚光大 老爺, 你身邊有個珊珊這麼好的女朋友 爸爸真的很欣慰 你認識的, 爸爸 爸爸, 我真的要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如果那晚我不是大安旨意 有他們陪你吃飯, 我就不會遲到 雖然你是中風 但如果要趕得及送你進醫院 你應該救得來 是我不好, 是我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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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是那晚走去見客 爸爸, 可能你不用死 最壞是我 我明明和爸爸在一起住 連你一直身體不好我也不知道 你們不用內疚 人總會死一次 想當年, 爸爸做點心師父 修悠有限, 一艾夜艾 根本沒時間, 也不懂得照顧你們 更加沒能力給你們一個好好的環境 所以爸爸一直有個心願 到了我退休 我就用職衷買了這間金隔的屋 就是希望你們將來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作為避難所 為你們遮風擋雨 但是爸爸, 想想想不到這間屋 竟然化解了你們之間的怨恨 爸爸很恩惠 沒什麼遺憾 爸爸 爸爸, 我們幾兄弟姊妹 以後都會記住你跟我們說筷子的故事 我們幾個會像一束筷子一樣 以後都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 好, 你們也要記住 你們要記住 不是每次都有機會 把錯話再說一次 所以要珍惜眼前人 愛要及時 好, 好, 爸爸尿了心願 還是時候要走了 你送到了 就當陪爸爸開開心心 吃完這頓最好的飯 爸爸吃飯 老爺, 吃飯 乖乖, 吃飯 爸爸吃飯 爸爸吃飯 回來了… 老爺, 老爺 沒有酒花膠湯, 你喝喝吧 一會兒再喝花膠湯 快點把香給爸爸先 來 我們先去看他吃飯 爸爸、媽 你們要保佑你們的乖孫 胖胖胖胖胖, 快高長大 老婆, 你看寶寶多可愛 寶寶… 這個就是你的姑媽了, 知道嗎 先去看看 不是, 姨媽嗎 什麼?她是我姐姐嘛 叫姑媽不是適合, 沒錯 但是寶寶會叫你做伯娘的 但我叫你扣母的 對, 不是我做扣母嗎? 你別這麼傻, 你讓她們玩 你一天沒嫁給我 你還是是燦燦姐姐, 什麼都不是 太好了, 有人搶的 有… 玩夠了, 畢竟是燦燦 我幫你們弄整個房子的水電 幫寶寶打寶寶床 就是嗎? 謝謝… 我們不是玩的 我們只不過想唱歌快點 明正現順變成我們的大嫂 無緣無故說這些話 不是無緣無故的 你婆婆、公公、媽媽 都進了火搬進來 是欠你而已 你一頭就可以搬進來做女主人 就算了 是嗎? 你求婚求得這麼行嗎? 是嗎? 是呀 戒指也沒有, 戴上這樣不可以 是呀, 這樣行 不要投訴 各位觀眾, 看看是什麼 大哥, 你不是打算 拿扭計色來求婚嗎? 其實這顆 不是一顆普通的扭計色 你小心看 這顆馬里馬里虹 為什麼你認識這個魔術? 告訴你, 其實你第一次 看這個魔術的時候 變給你看那個人, 是我 師傅臨上上海之前, 告訴我 我是全世界的寶寶大隊長 唯獨是, 就是你一個人的怪獸 謝謝… 我們這次特地進來電視城找你 就是想問你關於貓的事 貓? 貓嗎?不是小蘭 小蘭 這裡成熟了, 她贏了 都當她輸, 是不是? 她輸了, 當她贏了 糟了, 輸了會不會變回寶貝山? 你一定行嗎? 你一定行, 試試看 好, 我不對 我很想演出, 輸了 會不會變回寶貝山? 是的, 難道是媽媽嗎? 我快去爸爸問吧 問你問吧 你問吧 在夢裡 什麼…